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身体健康 身体为什么不健康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气不同 所以这个人才会生病 看看中国古时候 治病的方法 用针灸 用推纳 这种方法在古代非常普遍 不需要吃药 高明的医生知道你什么地方 发生了阻碍 只要把阻碍排除 使血气肠通 你就恢复健康了 服药 那是不得已的办法 现在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那的确是最高明的方法 佛经里面跟我们讲到的念咒 生病了 佛教你念个咒 这咒一念的病就好了 我们看到觉得这非常神奇 神奇莫测 其实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 它是用阴身枕动 把你这个不通的部分打通 所以佛经里面有许许多多治病的咒语 我们现在念了不灵 为什么不灵呢 念的音不正确 所以这个一定要传 要口传 那音不正确 这个就达不到了 效果就没有了 还有音声量的大小 要很正确的话 它整动你这个身体内脏某一个部分 佛这个方法比中国针就还要高明 中国就还要用针 还要用手机推拿 这不需要 用音声来整动 最高明的方法 非常可惜 这个咒语文字记载 还曾在大赞经 没有人会念了 就失传了 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要贯通才行 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也是由于缺少往来 缺少沟通 于是产生了误会 由误会起摩擦 这样才造成不和 造成敌视 发展成为竞争 竞争 追究最初的原因 不通 所以人与人 要沟通 要密切的往来 沟通 为什么好朋友 一生相处那么好 常常常往来 有空闲的时候 就互相访问聊天 无所不谈 常通 它变成好朋友 冤家对头 为什么这个冤结 愈结愈深 不往来 不往来 就互相猜疑 越猜越错 这说明 人与人要沟通 家庭与家庭之间 要沟通 现在缺乏了 人与人之间 有隔目 家与家之间 我们住在这里 邻居都不相往来 这怎么行 在中国旧社会 邻居确确确实实 做到了 互相守望 年纪喜庆 常常有 今天他们家的老人 过生日了 小孩过生日了 都会把这个邻居 邀居在一块 换聚 我们从前住在农村里面 这一个村庄上 大家常常相聚 大概一个星期 总会有一两次 所以一个村庄就像变成一个大家庭一样 彼此互相关照 小孩又做错了事情 哪一家邻居看到了 都会来管教 把他当作自己孩子来看待 任何一家的老人 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时候 都会帮助他 都会扶持他 风俗人情之后 现在看不到 现在都市里住公寓房子 个壁那一家 住了几十年 不知道他姓什么 从来没打过招呼 你想现在人情多么淡薄 所以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人家说中国儒家的学术跟大乘佛法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痛 这个儒家通佛也讲通 族群与族群之间要沟通 现在由于交通便捷 资讯发达 我们对于远方的朋友们 要懂得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沟通 我们每天早晨 这半个小时的聚会 在网络上跟大家沟通 族群之间要沟通 宗教之间更要沟通 过于过之间 希望我们每个人 齐心动念 所思考的是整个世界的难权 中国古的所谓的天下兴亡 屁肤有责 那个时候指的是一个国家了 今天我们要把星亮眼光获得 国家的兴衰 世界的安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国家为什么衰 世界为什么围 由于不同 国家要兴旺 世界要安定和平 关键就在一个通俗 这个是最低限度 我们要有这个信量 要有这个认知 认真 努力 去做沟通的工作 日常生活当中 现在我们跟不同族群 不同国家的人 接触的机会很多 接触的时候 要懂得向别人请教 问问他们国家的历史文化 望问他们 过人的生活习惯 增长我们的知识 就学问 古今中外的圣人 他之所以能称之为圣人 他喜欢问 问了之后 我们也把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 风俗习惯 介绍给他了 这彼此沟通 这样的往来 这样的往来 才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 一言语之中 没有废话 彼此双方都长学问 那么就我们现前 而呢 我们常说 佛法 学为人是行为示范 也是表演 我们要做出个好样子 给人看 人家看了 他才会生起信心 所以佛 你看看 一切经论里面 都讲到一阵庄严 庄严两个字 我们有没有呢 如果没有 怎么能做一个好样子 给人看 庄严这两个字 用现在的话来说 真善美慧 我们有没有 真善美慧 表现在我们 容貌体质 因神之中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表现的是什么 自己天天天照镜子 天天照镜子 天天照镜子 看看看看自己的 看看自己的一举一动 看看自己的容预 标 没有人教我们 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 人家在旁边看笑话 在背后论是非 能说我们过时的人 真正关心 真正爱护 现在找不到了 在从前还有父母 还有老师 现在父母也不敢说了 老师更不敢说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 现前的社会状况 怎样 修养自己的品德 振上自己的学业 你不靠自己 可谁呢 现在物质文明发达 我们买一面大的镜子 没了做什么用呢 照自己 不是照别人的 会修行的人 会修行的人 看到别人 就能够回光返照 想到自己 这是好事情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别人 有善心 我立刻想象 我有没有 别人做我 我想想 我自己 有没有做过 所以 社会上 一切人事无 也是一面大镜子 会用的人 成就自己的 德行学问 关键的 在会与不会 人与人之间 第一个印象 就是跟你见面 你的容颜 你的身体 如果我们学佛的人 身体不健康 就不能叫 社会大众 对佛法 生起信心 你看 你学佛的 你不健康 佛不能学 学佛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的罪业 我们把佛的形象 破坏 佛法 一报正报 都庄严 我们学佛 就是佛的一个代表 佛的形象 我们破坏了佛的形象 我们造他了佛的形象 我们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很可怕 所以调心 调身 佛在经论里面 讲的很多很多 尤其是借鉴 经论里面 多半是教我们调心 戒律里面 多半是教我们调身 身心健康 与你病苦 这社会大众才需要 才欢喜 所以佛法 不忽略现实 我们要有美好的容颜 接待大众 要有健康的心态 展示给别人看 这个就是 接引广大众生 佛教 我们说了这么多年了 他是佛徒至善与满的教育 他不是宗教 所以 无论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都应当修复 为什么呢 佛法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虚恐伐界 一切众生 都需要智慧 需要真实的智慧 需要圆满的智慧 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众生 生活在世间 生活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生活得这么苦呢 没有智慧 生活在 生活在 烦恼 忧虑 疾难之中 这很不幸 佛法要 佛法要度众生 都是帮助 卸足地死 帮助众生 卸足众生 利苦的路 这个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是真实的目标 怎样能将这个目标落实 真实智慧的教训 身体健康 主委一定要知道 凡是贪图安乐 求身体健康 求难了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 世尊何以用轮来做表法 作为这个教学的一个标志 人的心 是清醒的 能是个语言 现在大家都学过几何 语言 心有没有 有 心在哪里 没有形象 所以心要虚 虚就灵了 心里头不能有东西 身要动 要懂得运动 那么世间人 强身之道 做种种运动 佛呢 教给我们身心 同时 修修 用拜佛 用礼拜 我们每天 能够拜三百拜佛 这个三百拜是最少的 我们知道 有许许多多人 一天拜三千拜 他拜佛能开悟 你们在引诚回忆录 看到晒蜡烛的法师 他就是拜佛开悟的 他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 到后来能做诗 能做记 能讲经说法 在阿约王寺拜佛 拜三年开悟 心沉 通了 我们这不能开悟 不通啊 他用拜佛的方法打通了 中年以上 每一天至少要拜三百拜 拜到身上出汗 我早年跟蔡云法师 在埔里住毛孔 我一天是拜八百百 每一天至少要换 内衣要换两次 身上一身都是汗 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有好处 我在他山上 住了半年 拜了十几万拜 前些年我在洛杉矶 遇到一位在家居士六十多岁 身体不好 我叫我劝他拜佛 你一天他有六十多岁 你一天拜一百拜 早晨拜五十拜 晚上拜五十拜 不要减断 他拜了一年 身体好了 原来这个身体 估计都僵硬了 居然能双盘 才知道这个方法好啊 这个方法里头有运动 有强身 修定就会 拜佛的时候 心是清净的 身是合动的 就跟那个伦相一样 语言周在动 心不动啊 所以比其他的运动好 其他运动是 你心也在动 拜佛这种运动 心不动 确实 定会丹血 不要怕流汗 流汗好 我们里面的这个毒 肮脏的东西 排出去了 排出去之后 你就不会生病了 许许多的疾病 都是毒素排不出去 特别是关节炎 风湿病 是什么东西 尿毒 尿毒排不出去 急在关节里面发炎 你看看 凡是对这种病的 几乎都不出汗 很少出汗 尤其我们住在这个冷气间 住久了 弱不经风 所以病的根源 我们要想的 要怎样去把它拔除 不怕出汗 每一天多洗几次衣服 这个没有问题 身心健康 我们有好的形象 给社会大众看 借淫社会大众 不要错过 学佛的机会 这样就好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